好的 再来看到的是总统马英九呢 今天上午则是到电台 接受自身媒体人周玉寇的专访 因为最近呢 马总统的亲信还有幕僚 深陷这个涉滩弊案 对此呢 马总统的最新说法 请倩阳告诉大家 好 涉主播 今天总统马英九呢 到这个电台参加这个广播节目的录音 在刚刚呢 其实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就是他本身与台北市议员梁文杰的一个诽谤官司 委任律师居然呢 还是这个被收押的这个律师赖素如 他对此他说的确是幕僚有疏忽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谈话 有疏忽 不过不会影响这个案子 因为我们委任两位律师 那这跟幕僚有关吗 对 我们有疏忽 我们会马上就把它改成过来 那这个很意外 不是 因为原来是委任两位嘛 所以在诉讼的情形当中并没有任何影响 那这次我们把它解除委任就好了 OK 我们可以听到马总统 是说的确是有疏忽 另外当主持人周玉寇也问到 他身边的亲信 从这个林毅室开始 这个弊案连环报 他难不难过 他表示这之前已经都说过了 已经是心情有所影响 不过呢 对于民众说 这一次一审的 这个林毅室一审的一个宣判 居然是亲判 对此马英九总统是说呢 他尊重司法机关的判决 而且案件有一审二审 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结果 他认为要留给司法机关一个评判的一个空间 以上现场最新情形 先将镜头换个棚内 看到的是马总统今天上午 接受电台专访 对于林毅室的摄谈案 他说尊重司法 对于林毅室的准备 对于林毅室的准备